香港小姐出身的麥佳琪 落選之後馬上加入影圈 多年來拍過六十多部電影 2006年下嫁大律師王國豪之後 就淡出娛樂圈 直至2015年才復出客選演出電影 間中上電視節目和出席商業活動 最近她的信念潮流開始了抖音 拍片和粉絲互動 日前她就上載一段至乖的影片 引起網民注意 被片中她不斷打自己的臉 但其實並非自撐 只是舞蹈動作的一部分 不少網民說她開女鏡之後 竟然跟劉佳琳撞樣 還大贊她保養得更好